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6,下称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平均可支付时期,两个月有13个统计地区的支付能力不足一年,养老金警报再次被拉响,引发中国社会广泛关注。 报告显示,中国累计结余超过1000亿元的有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山西、安徽九个省份,共计26093亿元人民币,一元人民币约合零1505美元,占全部累计结余的70%,6% 虽然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全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一直在增长,但是平均可支付月数却呈下降的趋势。 从2012年的19,7个月下降至2016年的时期,两个月。 报告指出,从2011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基本稳定在17-19个月之间,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 黑龙江、青海、吉林、辽宁、河北、天津、陕西、湖北、内蒙古、海南、广西、江西等12个省市和新疆兵团的可支付月数在12个月以下。 其中,黑龙江的累计结余未付232亿元,成为中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被掏空的省份。 事实上,黑龙江市除了边疆、江藏、少数民族、青海、陵下、内蒙、甘肃和山区、贵州之外人均才,正补贴拿的最多的省份。 有网民分析,2016年,黑龙江全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484亿元,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就非常可怕了。 既然高达4228亿元,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作为中国大粮仓,黑龙江第一大开支出自然是农林水支出,这笔主要是用于保障粮食安全和补贴农民的开销,为801亿元。 第二大开支则是社会保障为732亿元,如果将社保开支和医疗开支的280亿元合并,则黑龙江全年几乎要花1000亿元用于各类社会保障开支。 如果中央不补贴给黑龙江,只靠黑龙江的收入,发完社保医保之后也就不剩食药。 乐,黑龙江陷入养老困局并不是食药新鲜市,黑龙江全省企业退休人员由2010年的268,8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57万人。 老工业基地衰败后,大量国企退休职工缺乏生活保障的新闻报道也评价报端。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以全球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所要办养老金支付对国家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如何未雨绸缪,通过制度建设来防范养老金缺口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11月,中国国务院应发滑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将滑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实施国资华转社保,以体现基本养老保险代季公平和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星教授认为, 在部分省份基金结余少支出压力大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发挥基金与缺调剂互助共济的功能,也是怀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重要方法。 按照这个说法,根据报告显示,最有钱养老的莫过于广东省。 广东2016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竟然高达1100亿,而且更可怕的是,各级财政只给了广东养老保险基金17亿,扣除后广东人民还有1082亿的净结余,即广东的养老保险足够支付本省退休职工55个月的退休费,而全国平均水平不过才17两个月。 有网民认为,所谓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说白了就是让有钱的孩子帮着穷孩子养老,更有网民调侃,生活在这块国土上的大多数人民都应当向大院神保持足够的敬意,可谓一语种地。